正在廟城放眼望去 三間廟連在一起 但卻有三個不同的廟名 也各自自奉不同的主神 这究竟有什么由来呢 我以前就是一间 市政府要整间这个公园 要建设 人后就是跟这个公园 这样用了像这堆三间的银 我们三间都要求 建设这三间 有我们三合 三间廟在同一个结构里 甚至连香炉都要求 三间廟在同一个结构里 甚至连香炉都要建设 政府要让你们整个人拿 然后这三间廟都给政府做过 做完之后 每一间都会负责做过的金額 来建设管理委员委员 大家有钱出钱有钱就出钱 建设到增加已经二十几年 三间廟在同一个结构里 甚至连香炉都整齐的并排在一起 这样的景象在台湾恐怕很难看到 而这三间廟各自供奉什么神明呢 我们三天共 我们所学生的租水 就是幼王三太祖中大关水 然后中心明是佩修来 租水就是幼王三太祖中大关水 那么第二间是南海清庄 南海清庄就是我们严如天主 也有的官报公 三天公的副主委在地生根多年 收集过往的历史脉络 也看看弹气新建香炉的过程 我刚好来有提起来说 是怎样这庙庙就这庙庙也没有金螺 然后开始有三天公 然后开始建设 顺峰台帝来观看 然后跟我们三天公 然后去到第一个金螺 两年后南海清庄 他也是说这样我们也来建设一下 南海清庄建设第二个 第三个京明正当 大来有设计说 不然我们也来建设 大家买的都建设一栋 难得一见的奇景 就在前镇的山庄 三间庙各供奉不同的主神 经过的外地民众 都可以靠奇的凑上前来参观 也向众神明参拜 祈求上天的庇佑 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导 散播剧场——欧阳